Y 三角形的互換 我這邊有一個電路 有 R1 R2 R3 所構成的 Y 型電路跟你的課本我寫順序一樣 你就不用再去超一次 R1 R2 R3對沒錯 然後ABC 那我可以把它轉換成 三角形接的 三個電阻 轉換後跟轉換前的接腳要一模一樣 那這邊 你課本上 ABC的順序 我比對一下 ABC 這兩個電路是等效電路 所以等效電路就是電路的形狀不一樣 但是它的電壓電流特性是一模一樣 電壓電路特性一樣 但代表主幹也會一樣 也就是說 從這個Y接看進去的R A B 跟 這個三角形 A B兩端看進去R B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我怎麼把三角形換成 我怎麼把三角形換成Y 怎麼把Y換成三角形 來 我們先看 第一個 這是 三角形轉Y 不要背 課本上的公式喔 課本上的公式你背完你不見得會對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告訴你R1 R2 R3 一定要在這個位置上 這是為什麼我剛剛一直要去看 R1 R2 R3我寫在哪裡的原因 因為只要一二三互換了 你的公式 你背的公式可能就都錯了 所以你要背的是它的遊戲規則 三角形轉Y 分母 就是三角形三邊電阻相加 三角形 三邊 R 相加 然後 分子 就是相鄰兩邊電阻相成 相鄰兩邊 R 相成 你看 怎麼叫相鄰兩邊電阻相成喔 一般我們在做三角形Y互換的時候 我們會把Y跟三角形畫在一起 所以我用橘色畫好了 我把這個抓過來 這裡就是這個R1 這裡就是下面這個R2 這是R3 好 那如果我現在三角形要換成橘色的R1 R2 R3 R1怎麼算 按照我剛寫的遊戲規則 分母就三角形三邊電阻相加 R A 加 R V 加 R C 分子 分子是相兩邊電阻相成 R1的相兩邊是V跟C 所以就R V乘R C 所以我再講一次 你不要去背課本上 我幫你整理完的公式 因為背完你不見得會對 因為沒有人告訴你123 ABC 一定要按照這個順序去擺 有可能是R1 R2 R3 有可能是R A R V R C 你只要位置對調了 那你剛背的都不會對 所以你要背的是遊戲規則 你要記的是遊戲規則 不要把結論背下來 背下來不見得會對喔 好 那R2呢 分母 就三角形三邊電阻相加 R A R V R C 相加 分子相兩邊電阻 R A跟 R C 相成 R 3 分母 是三角形三邊電阻相加 分子相兩邊電阻 R 3的相兩邊是A跟B 相成 是很輕鬆就可以得到 好 那 Y轉三角形我寫在這裡好了 攝影機的關係如果過去你會看不到這張圖 所以第二個 我如果Y要轉三角形的話 這裡我教你直接一口氣就把答案寫出來 我們現在算R A怎麼寫 好不好 R A怎麼寫 課本上的公式都不要背喔 R A走出來 R A走出來是遇到R2跟R3 所以你就R A2加R3 再加 R A2乘R3 除以你還沒有玩到的對面 R A對面這個電阻R1 所以我再講一次 R A走出來 R A走出來是遇到R A2跟R A3 你就把R A2跟R A3相加 然後再加上 R A2乘R3 去除以對面你還沒有玩到的那個電阻R1 其實那就是你課本上的 18頁的公式的整理 後最精簡的結果 你課本上那個還不是最精簡 那個不要背 來 那R B我們再玩一次 R B走出來是1跟3 所以就R1加R3 加 R1乘R3 除以對面的這一顆R2的電阻 接下來R C R C 走出來是1跟2 所以就R1加R2 加 R1乘R2 除以對面的這一顆R3 這就答案 你要的是遊戲規則而不是 把課本的公式背下來因為我講過背完了你不會對 對 達至密尾R3 再次請問 我會說 我可以看 我會說 等你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有 中 hyped 好!讓我們看人這裡相關的題目 第一題套入右途所示電路 AV兩點尖等效電阻REV是多少 從這裡看進去的電阻REV多少 事實上你應該有一個觀念 你看到這樣的一個電路 這種形狀的電路叫電橋電路 這種形狀這種結構的電路叫電橋電路 你看到它你不見 你不是第一個動作就是三小型Y 互換喔 不是喔 你應該去思考電橋有沒有平衡 所以電橋平衡就是下一個單元要講的 交叉相乘會不會相等 你現在7乘以12 不會等於8乘以16 所以這電橋不會平衡 電橋不會平衡你才去用三角形Y互換 我再講一次你看到 這樣一個電橋電路你第一個思考的是 電橋有沒有平衡 而不是第一個思考馬上三角形Y互換 三角形Y互換是不得不的你真的沒有辦法了你才會去用它的一個 解題的技巧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去思考交叉相乘會不會相等 如果會 中間線這裡可以開路穿平臉很快就可以看出來 那 如果交叉相乘 不會相等的話 那就第三角形Y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電路你看不出來它的串或病 7跟8 在這個節點上 沒錯 但是他們留一樣的電流嗎 你看喔 我捏著A點這裡 流了一個電流進來之後它是分兩條路流 要是怎麼會有電流 會啊 如果我這裡掛一個電壓呢 電流是不是從這裡流進來 分了兩條路流 他們是不是流不一樣的電流 所以他們雖然共有一個節點沒錯但是它不是流一樣的電流不是串 那它是病嗎 你後面 7跟8前面這個節點沒有錯 但你後面這裡不是一條短路線不是一個節點 所以 既不是串也不是病 這就使得你得用三小型Y互換來處理了 因為電橋也沒有平衡 對不對 所以來 看你要把 看你要把這一個Y 轉成三小型 還是要把這一個Y轉三小型 還是要把這三小型畫成Y 還是要把這三小型畫成Y 隨便你 高興就好了都可以 那 我來把這個地方畫成Y好了 這個我稱它為R1 這我稱它為R2 這我稱它為R3 所以我要三小型畫Y 那R1 就是 分母三小型上面電阻相加18加6加12 18加6加12 分子向兩邊電阻18跟6相乘 所以你會得到3歐姆的R1 R2 分母一樣18加6加12 三邊電阻相加 分子向兩邊電阻6跟12相乘 所以你會得到2歐姆 R3 分母 大型三邊電阻 相加 18加6加12 然後分子向兩邊電阻18跟12相乘 所以你會得到6母 因此這個時候 你的電路 就被你 簡化成這樣的結構 我重劃好了 這裡是R1 這裡是R2 這也是R3 這時候串並連就可以看出來了 在這點之後 7跟R1 串 8跟R2串 串完之後上下再並 並完再串 R3 是不是串並連就可以看出來了 我在前面是不是告訴你 一個電路你分解不出來的原因是在於 你看不出它的串或並 的架構 當你能夠去 很清楚的看得出來串或並問題就一定可以解決 所以AV兩端的電阻 RAV 就7串 R1 然後並 8串 R2 然後再串 R3 子就讓你帶了喔 帶出來是11歐姆 這就是答案 R3 R4 R5 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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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